啊,这个是阳光美观,哦,对,这是阳光美观,阳光美观好车,但是管理是非常败紧的,就是,这就是说你想,它这都是人的地管管,对,我看,地管管它是一厘半都在第一次睡,废,每次叫水,废都跟上,哎,对,这个葡萄不吃,不喝半水, 你想,你这哪个,从开始成绩下来到现在,就是说,是非要是到,到结束,哎呦,那自如多了,得吃了三次,严格要求,你地管了都得吃了三次,可又吃了三次,嗯,可不是,哦,每次用费,这个这个,这个费房啊,永远这块,都不赢,不赢,在不同的阶段,是不同的费,你好比如说,在开花之前,开花之前, 你都是高岭的,把这个花雪拿上,高岭的,嗯,高岭的,嗯,高岭的,嗯,你在这个,这东西根据自己的实力吧,一般都是五公斤,十公斤,一般你要是一礼拜一交税的,一交是四公斤到五公斤,水龙费,哎,反正是一天,阳光美观一天的费料,需要一斤半左右,一目的,一斤半左右,嗯, 那你那个,刮过以后,是不是在有过期这个,嗯,对,那碰过的时候,你都要换配方了,嗯,嗯,用哪个比较好一样,嗯,那都是平衡的,你是吧,高岭的以后都是平衡的,嗯,再以后都是高价的, 对,从上开始用高价来,到,到,阳上期一号了,嗯,这个铺道的以后的鞋是哪样交的呢,它是,其实上在你,在马雪的时候,它是个快速碰大鞋,嗯,嗯,那这都是需要是平衡的,嗯,这叫这个锅里快速长大,嗯, 一个朋友给我说啊,他说今年种秋沙甜卦,啊,准备一亩地,用上个一吨的鸡粪,啊,不准备再用那个复合肥了,啊,不用肥料了,看这种方法行不行, 因为它一强一手底肥啊,全部是用的复合肥,嗯,没有用过这种动物分辨,它提出这个方法,实际上是不可取的,嗯,因为鸡粪它是一个含氮比较高的一种分辨呢,就是我们常说的热性肥料,如果你其他的不去用的话,这个作物啊, 啊,啊,涨势这块你是很难去控制的,啊,如果我们想既能保证产量,同时呢,又能保证我们这个甜瓜的,口感的情况下,给大家说一个配方,啊,几肥的配方,啊,如果是选择鸡粪的情况下,一亩地建议用一方,啊,用一方,啊, 因为它这个蛋含量确实很高,啊,如果用羊粪的话,你可以适当高一些,能到三方四方,啊,都没问题啊,或者牛粪,羊粪都没问题啊,啊,然后呢,啊,尿素就不需要用了,啊,蛋肥就不需要用了,啊, 啊,孤磷酸钙,也就是含有钙和磷的肥料,啊,矿物质肥料,这个呢,一亩地建议用四十到五十公斤,嗯,因为这个磷元素我补充啊, 是在前期,你缺鳞以后,你这个,甜瓜前期的根系,长得是会不好,啊,再一个呢, 啊,再一个呢,价肥呢,一亩地建议前期底肥用二十公斤,就是四十斤,啊,就可以了, 啊,通过这样的一个配方呢,我相信你这个甜瓜既可能保证你前期长势好,同时呢,还容易做瓜,啊,保证这个瓜的口感和产量,啊,不能走极端,啊, 记住,不能走极端,一定是科学用肥,这红树叶子漂亮吧,问题来了,大家刚才看到这个红树叶片了, 这个地方呢,是一个朋友种的红树,然后我让我过来看的,说为啥今年种的红树啊,这个叶片发紫,是什么原因,看一下, 它这个红树叶片大部分都是,啊,有紫颜色的,很多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,如果我们是经常种红树啊,一看就明白, 因为红树叶片发紫啊,一般是在刚发生的,啊,嫩加上,也就是它这个顶端,啊,只有是出现是紫色的,啊,一般你时间长了以后, 然后这个叶片,叶绿素增加以后,它这个颜色呢,自然的,啊,就变成绿色了,啊,这个一般和品种有很大关系,有些品种,啊,嫩叶直接是绿色的,但是有些品种呢,啊,容易出现是紫色,但是,有一种紫色,可能就是病害了,可以看一下这个,如果是老叶片,你看一下啊,啊,这叶片上出现一些, 褐色的斑点,这个呢,这个呢,一般都是病害了,啊,病菌感染, 鹤斑病,出现这种情况呢,对产量,就会造成一定的影响,影响光合作用, 看到刚才这个,啊,这就是红树典型的一个,鹤斑病的一个情况,啊,真菌感染,一般建议用带酸木心,啊,或者是我们, 常用的,啊,比如说明菌纸,配上,明菌家欢座,啊,都可以去防治,啊,啊,都可以去防治,啊,这个病害很好防,但是一定要及时, 看一下发生几率高不高,啊,去进行防治都行了,啊,对产量,如果你提前去预防防治的话,对产量影响不会很大, 这是一片红树的,大家说一下,它这个红树长是怎么样, 这个红树,啊,管理的不好,啊,可以看出来,哪不好呢,第一个呢,就是水分的管理,管理的不好, 很明显,你看它这个红树,啊,整个土壤啊,比较干旱,啊,实际上红树啊, 它这个水分的管理,和我们平时秋季,你像你种花生啊,种玉米啊,前期需要蹲苗, 这个是不一样的,红树是不能蹲苗的,啊,就是前期苗期的时候不能干旱, 因为苗期的时候,它这个根系生长,能长多少根系,这根系多长, 直接决定了,你这个红树能接多少个红树,这个红树能长多长,这是决定的了, 所以说土壤你始终要保持那种湿润,也就是见干见湿,这种地步, 再一个,我们看它这个红树现在已经开始深慢了,啊, 深慢期以后呢,这个水肥管理,因为水管理前期不好以后, 导致这个肥料,就是养分,你看就明显的跟不上了,啊,然后长势很差, 啊,像这个时期呢,就建议我们种植户呢,你可以啊, 适当的,啊,冲一四肥料,就是浇水的时候冲一四肥, 这个肥料呢,标准呢,建议我们,啊,一亩地可以, 你像这个叶片用前期的淡肥,功能还不足,你可以加上,啊, 两到三公斤的尿素,再加上十公斤的硫酸钾,啊,肥料, 如果你是种的那个淀粉红树的话,啊,就无所谓了,啊, 绿化钾也行,但是如果你种的是那种鲜实的口感红树, 就用硫酸钾,啊,十公斤硫酸钾,你不用担心它旺长, 这个时候,你看,你这红树,如果再用个两三公斤的尿素, 不会形成旺长的,另外,这个红树到这个深慢期,啊, 因为现在它这个红树正处于深慢期,我不知道是因为了前期可能出现捕苗情况,啊, 因为这苗大大小小的,啊,并且呢,并不是说是高地方的苗小, 或者是低瓦处的苗小,啊,它还是分布不均, 所以没法判断,不知道它是不是后期捕苗,啊, 像已经到到深慢了以后了,这个时候,啊, 尽可能的轻微的用一点空旺的, 你不能等着红树央,啊,全部长起来以后, 再想到用空旺的,啊,现在就可以稍微打一点, 因为红树空旺啊,不建议我们一下子控住,啊, 一般建议红树空旺啊,在生长期,就开始深慢以后,啊, 用两到三次,啊,基本上间隔时间呢,啊, 就是10到15天,这样的一个时间,去用这个红树空旺的,啊, 实际上这个呢,就是红树在这个时期啊, 你这个高产管理的一些常见的,啊,方法吧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